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特區政府昨天凌晨留下修改新聞稿 澄清中聯辦不是屬於《基本法》二十二條之下 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換言之不受《基本法》二十二條所規管 葉劉表達不滿 究竟他又說什麼差事呢? 他斥責那些負責政制的官員 是對《基本法》理解不足 並且對當局在最初發表聲明時 跟中聯辦大唱反調 後來經過兩度修改聲明 才跟中聯辦說法一致這件事 感到非常詫異 他不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為何可以犯上這麼基本的錯誤 葉劉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 在九七回歸時已經處理了 他的角色是國家的一部分 獲得授權並且行使中央的職權 而並非第二二條所指的中央核下部門 麻煩你葉劉先清醒一下吧 中聯辦是在二千年才改名的 二千年之前是沒有中聯辦的 是由新華社做的 新華社的最後任務社長是誰是姜欣柱 阿姐 當時你還在特區政府那裡做 怎麼會在九七的時候已經處理了 當時還叫做新華社香港分社 對不對 然後他又說葉劉 政府早前指中聯辦受到基本法的規限 引用了當局2007年提交給立法會文件的說法 他認為當局應該及早糾正錯誤 但一直沒有人糾正 葉劉本來是歪理連篇 第一件事 如果你認為特區政府一直犯下了對基本法認知的錯誤 對二十二條有錯誤的理解 其實葉劉自從2008年的時候 已經當上立法會議員了 為何你做足八年 差不多到任期尾 才提出這個論調呢 那你過去八年在立法會做什麼 你整班建制派在立法會做什麼 原來這個特區政府經歷了幾代 你說那個文件是2007年 2007年的時候是由曾蔭權做行政長官的 然後已經經歷了另一朝 就是梁振英 現在是林鄭 原來經歷了三朝的行政長官 你這班人還在蒙茶蒙在鼓勵 在立法會上來混由太虛 你有沒有開會 有沒有有心裝在 如果你一早就已經認為 這是對基本法認知的謬誤 一早就應該提出 為什麼沒有人在立法會提出呢 直至到駱惠寧主任大駕光臨來到香港當上中聯辦主任 而且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 這班人才是愚夢初醒的 人家發了一個聲明出來 你就說 是呀是呀 一言驚醒夢中人 那你之前的八年在做什麼 你整班建制派之前的二十三年在做什麼 原來一直就目睹 這個特區政府胡亂解這個基本法 都沒有人知道的 那你這班人怎樣愛國怎樣愛港 是不是呀 你這班人是不是自打嘴巴 既然特區政府現在都跪下了 就承認過去他的解法是錯誤的話 好了 你這班建制派也要做戲做全套 你出來向市民公開道歉 是不是呀 四十幾隻建制派的議員 出來向市民鞠躬道歉 就說你們監管特區政府不力 既然你認為特區政府一直以來 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理解是錯誤的 現在就改正了 跟中聯辦一致 這個正確的 國今時作非 是不是 這樣正確 你這班人一樣是有責任的 麻煩你出來道歉 是不是呀 特區政府都跪下了 你們不爭在了 不應該說這些話 現在又撇清關係 你啊 而且不要說別人了 是不是呀 葉劉 你自己作為這個行會成員 原來全部人對於基本法都蒙茶茶的 還有現在要向你這班行會成員 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請教 到底特區政府除了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有一個錯誤理解以外 對於其他的條文又有沒有錯誤的理解 你可不可以一次過釐清它 不要大家繼續蒙在鼓裡在混日子 在議會當中做什麼 既然你認為這是有錯的 現在你說改 還有沒有其他條文是錯的 麻煩你一次過說完它 不要因為有中聯辦的人事更跌 他認為是這樣 你現在就說是這樣 因為有這個政治需要 你就說他以前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錯的 現在才對的 到底有沒有其他人說錯的 一次過拿出來說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說完它 不要一時一樣 這些根本上不是法治 而是人治 第二他在Facebook裡有提到 獲得中央政府授權的機構 評論監督指導協助 或者支持基本法的落實 都不可以視為干預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說 例如魚龍署怎樣捉野豬 就由特區政府自行來管理 中央政府不會干涉 但是對抗疫情方面 特區政府都不能夠完全自行處理 需要中央政府例如外交部的協助 那我就真的想請問你葉劉 乾預這個詞彙其實是一個客觀的解釋 麻煩你查一下詞典吧 你還說評論監督指導協助和支持 都不算是干預 我想請問你這個干預的意思是什麼 這麼多種程度的方法都還不是干預 麻煩你列清楚 白紙黑字寫出來 什麼的參與為之干預 什麼的參與為之並非干預 如果你這種方法 基本上中聯辦在前台指手滑腳 叫你做什麼 只要下手下腳做的是特區政府 而不是中聯辦 根據你這個解釋也不算干預了 根據你這個解釋 那還有什麼干預可言呢 什麼 只要不是他自己親手去做就不算干預了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是傻瓜的 有沒有這樣的解釋 你要白紙黑字寫清楚出來 等香港市民去看清楚 香港市民都是硬吃的 對不對 那他可以選擇的 他可以選擇移民也可以 他可以選擇留在這裡硬吃也可以 那你就等市民去選擇 你也要給國際社會了解清楚 是不是 那是別人可以不硬吃的 因為別人可以不來你這裏投資 不移民來香港也可以 是不是 你都要寫清楚所有東西 不可以和熙黎 什麼為之干預 什麼為之不是干預 不能夠是你說的 第三 有網民找回你當年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就聘用了一個叫做 總新聞主任叫做彭士敦的西人 他曾經讚聞 批評中聯辦操控行政長官的選舉 形容一切的選舉規則都是鬧劇 中聯辦的行為明顯已經違反了《基本法22條》 即是中央駐港機構不得干預香港事務 中央政府已經令港人失去信心 好了 彭士敦也有說到的 就說文章是他的個人觀點 跟葉劉的競選團隊無關 請你葉劉回應 到底你是否同意這位彭士敦 這位前港英的高官所說的說法 那你就算要回應 你也一定是否定這個彭士敦 你不可能同意他 因為你說中聯辦現在的說法才是正確的 那我真的很好奇 你當年競選行政長官 你都明知道他寫過這篇文章 為什麼你當時沒有駁斥他呢 你是不是故意中容他曲解《基本法》呢 你出來解釋吧 你不會只是批評別人 說人家曲解了《基本法》這麼多年 你自己又怎樣 你自己怎樣 你自己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你自己的總新聞主任 都在這裡曲解《基本法》 根據你現在的下邏輯 又不解釋 和熙黎 另一個行會成員湯家驊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了 中聯辦是否屬於《基本法》二十二條之下 在香港設立的機構 政府新聞稿多次改動 出現了政治觀感不好的印象 與人特區政府和中央對《基本法》解釋有差異的感覺 而特區政府如果未搞清楚的情況下 他就出聲明對整件事件 香港局勢和政治環境都沒有好的幫助 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吸取教訓 日後再有就著《基本法》問題要回應的時候 就要先諮詢憲法專家 特別是內地憲法專家的意見 另外他還說到 爭拗只會引致人大就著第二十二條釋法 對香港是沒有幫助的 我真的想請問湯家驊 首先第一件事 你好像說到人大釋法很負面 照計你的角色就會認為人大釋法是一個很中性的東西 因為人大釋法就是全國人大常委的權力依據什麼呢 有法律根據 《基本法》第158條是賦予了他這個權力去做的 那為什麼你說人大釋法對香港沒有幫助呢 我不是支持人大釋法 不過現在由中聯辦發篇聲明出來說了算 就比人大釋法更加不堪 因為就算是人大釋法 他釋完法之後那份文件都會夾進去《基本法》當中 那他下次如果再要對《基本法》有另一種詮釋的時候 另一種解釋的時候 他又要再釋多一次法 又要再夾多一次文件下去 就不是像你現在這樣說中聯辦發的聲明出來說了算 這樣算是什麼 連文件都沒有 請問你還有另一種 他引述了一個極端例子 就說如果特區政府宣佈獨立這些極端情況 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預 不能夠單靠字面去理解《基本法》第22條 實情若然特區政府真的這麼愚蠢做這些事情 基本法裡已經有其他條文保障了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那就是《基本法》第十八條 第四款是怎麼說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 或者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 而決定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時候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佈命令 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區實施 到歧視可以出腦解也行 他要軍管也行 所以又不關《基本法》第22條事 現在這些傢伙出來要保駕護航 什麼都說一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